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6月 法国一个17岁少年因拒绝查车 租警员开枪击毙 全国爆发大规模暴力示威 政府出动超过1万警力镇压 拘捕大约4000人 又要求社交平台将有煽动性的敏感影片下架 2021年1月6日 美国有大批示威者 包括时任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 因不满总统选举结果 包围国会山庄 闯入国会大楼 殃城验死 其中一人被国会警察开枪击毙 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办公室 也遭到破坏 他谴责暴力行为 2019年 香港立法会被冲击严重破坏 全港街头多处 中文大学 理工大学都曾经成为暴徒的战场 香港警方当时采取包围策略 应付强占大学校园的暴徒 但反观西方国家 被质疑持双重标准 佩洛西在2019年6月 形容香港反修例示威 是美丽风景线 这是不只是美观的地方 两亿人数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